这节课呢 我们来讲这个速写的人物啊 人物速写人物课程 其实说到速写呢 我们前面呢 就是经历了大量的这个素描的一个训练 然后到这个速写的人物课程上面呢 就是说速写首先呢 它是绘画当中 就是非常重要的一门课程 不论是速写人物 还是速写风景 还是速写其他的内容 都是非常重要的一项课程 所以这块呢 我们主要是来去 讲解这个人物的部分 主要讲解人物的部分 可能里头呢 也会穿插一些进屋啊 动屋啊 甚至风景之类的 可能会偏少数啊 主要是以人物为这个题材呢 然后展开啊 因为这节课程 它也是作为我们这个 一考的一个 考试的一个考察的一个内容 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只是一方面 那同时呢 它又是我们这个绘画造型训练的一个很有效的 或者说是非常的有有效果的一个训练的一个手段 就是速写通过速写呢 能够很快的或者说是很有效的提高我们的造型能力 好 这是这个 然后我们接着往下走 接着往下走 首先呢 学习速写之前 我们一定要了解它的概念啊 以及它的功能 还有它的意义 就是说 什么是速写 它有什么样的用呢 画它干什么呢 有什么样的意义 这个是我们要要非常的清楚啊 要非常清楚 到后面我们会拿一些图呢 作为一个解释啊 作为一个解释 然后在图例上来讲解更直观一些 还有就是说 速写它的一个属性啊 就是说它有哪些 其实也 这个属性其实也可以把它 叫做一个它的功能性啊 就是它的功能性 就前面上一个我们讲了啊 这个它的功能有什么 那这个里边的 其实这个属性啊 就是它的一个功能 一个是它的训练性啊 也就是说 通过速写的训练呢 我们能够快速的提高我们的造型能力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其次呢 就是记录性 什么叫记录性呢 就是在古代的时候 没有这个摄影 摄影和摄像技术的时候 其实这些画家呢 它都是通过速写的方式呢 来去记录一些题材啊 收集一些素材啊 包括去去记录一些这种创作的需要的一些稿子啊等等等等 都是通过这种记录性啊 这个时候它其实是一个记录性的功能 那也有呢 有些我们通常在一些大师的画面里边能够看得到 就是说他画一张油画之前呢 首先通过这种速写啊 大量的去练习 比如说达芬奇经常做的 就是说画一张油画之前呢 他会大量的通过这种素描 或者速写的这种训练啊 来练习这个布折啊 练习这个布纹啊 这个呢 就是它的一个训练性 就是说他通过这个练习呢 能推敲那个物体的一个形啊 体啊 包括各方面的一些东西 这个实际上是它的两个功能 一个是训练性 一个记录性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其次呢 就是说 随着后来的发展呢 其实这个素描速写这一类啊 这一类的绘画呢 其实它已经被独立出来之后 它是一个独立的画种 它具有表现性 就是说它直接画出来之后 它是一个作品啊 它是一个作品 它它本身就具有表现性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说它的三个属性 基本上也就是它的一个 速写的一个功能 好 我们在图上面来说啊 在图上面来说 首先从它的三个属性上来说 就是包括咱们前面提到过 这个速写它的概念 那这个一看 我们一看这个是速写吗 你可以说它是速写 也可以说它是素描 其实说到这一块呢 其实就说到它的一个概念的问题 速写它的什么概念呢 就是说在一个英语里边有一个scatch 是这个就是草图草稿的意思啊 就是说它实际上是在画家在画一个创作之前呢 做的一些草图草稿这样的一个概念 其实速写呢 无非也就是这样的功能 无非就这样的功能 其实在最早的时候 这个速写和速写它两个概念 其实是一样的 这样的 只是到后来之后 我们这个考试的这些 这些情况呢 越多 它把这个速写和速写给分开 实际上它的道理 它解决的问题都是一样的 可能就是说速写呢 从这个字面意思上来讲 它可能就是快速的写生 从字面意思来理解 这样的一个意思 就等于是快速的去捕捉 捕捉 然后素描呢 好像就慢一些 时间长一些 看上去呢 比这个速写呢 要深入一些 速写呢 可能它就是很简单的几根线 或者是很简单的几块颜色 就出来了 它是比较概括 比较提炼的 素描呢 可能就画的比较深入 这个研究的这个形体 包括各方面 比较多 这个时候它可以叫素描 其实道理是一样的 实际上它们是不分家的 是一个意思 是一个意思 只是 它概括和提炼的这种东西 侧重点不太一样 这个呢 很明显 你可以把它叫速写 也可以把它叫素描 它更倾向于素描一点 就是说它 画的很多 画的很丰富 很深入 不像是我们所看到的 这种速写的这种 这种概念 那这个呢 这个和上一个相比呢 它很明显的就是 比较简练了 比较简练 然后很多线条 很多线条 其实很多人 界定这个速写和素描的概念的时候 它把这个 用线勾的呢 就叫速写 用面或者明暗画的呢 就叫速写 其实这个概念也不准确 不论你是用线 还是用这个调子 画的多少 它其实只是一种表现手段 至于它 至于它用什么样的表现手段去画 其实这不能去定定义它的概念 它的概念 就是你可以用线去画速写 也可以去用这个明暗去画速写 用调子去画速写 都是一样的 那个只是一个表现形式和手段 它并不是这个概念 概念的话就是说 其实素描速写它是一回事 一回事 一个画的时间长 画的比较深入 一个画的时间短 画的比较概括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区别 这个首先要明确它 首先它都是能够解决 我们的绘画的一个基本的造型能力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是安格尔的一张素描 也可以说速写作品 在他们的意识里 他没有速写这个概念 他都是把它叫素描 只是我们国内考试 这些把这个词给分开了 其实一样的 你看这个其实很像我们平常见到的速写 这种手勾得都很快速 胳膊袖子非常的简练 脸上你看它稍微画的多了一点 那如果说在这个脸上 再一步再进一步的去深入 或者说进一步的去把它画的更细一些 它是不是就变成了素描呢 包括这个手 它现在简简单的这么勾一下 那如果说再在这个基础上再画 画得很深入 它就慢慢就变成了素描 其实一回事 那我们看这个 你可以说它素描呢 还是速写呢 好像比我们常见到的速写呢 又深入 是吧 很深入 体积呢也强 然后这个质感呢 也比较强 形体非常的浑厚 非常圆润 但是呢 好像又比我们看到的素描 好像画的有点少 它没有那么多的调子 是吧 没有那么多的调子 但是为什么看上去这么浑厚呢 甚至比我们画的那么多调子 画的很多很多的东西 看上去好像耐看的 是因为它抓住了最核心 最本质的 或者是最重要的一些关键点 抓的比较 就是这就是大师和我们的区别 它能够在用最少的笔墨 或者是最少的这个铅笔 它能够画出很多的内容和信息 就是说它没有画图很多的调子 它能把这个很强的这种形体的 饱满的这种厚度给画出来 这就是它的厉害之处 厉害之处 好 这个呢 就是达芬奇画的一个布者的训练 好 概念呢 我们了解了之后 应该从这个画面上能看得出来 我们看这个 其实看这个 你像纸吗 它肯定不是纸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油画布 油画布 它是在画的布上 油画我们都知道画的布上 从这个你看这个横向的这种金线 这个尾线和这个纵向的金线 就是布纹 那个感觉 它其实呢 你可以把它叫速写 也可以叫素描 它是在研究什么 我们再看啊 它在研究这种布者的这种结构 形体的结构 这种走向者 这种这种趋势变化 研究这个 那这个从它的属性 或者说是从功能上来讲 它其实是一个 训练性的啊 它是一个专门去练习 或者是在 推敲某些啊 某些形体啊 或者是一些调子啊 这些的问题啊 就是说 它是通过这个呢 来练习 来训练它的一个 步子的一个控制 所以说它的属性和功能上来讲 它是 训练性质的啊 训练性的 或者是推敲性的啊 画面呈现出是这样的 那我们在画的时候 怎么去思考 怎么去想 它为什么这么画 这个是我们学习当中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 就通过这些画面呢 我们要知道啊 大师画画的时候 和我们画的时候 有什么区别 我们是画的时候啊 和他画的时候 哪些地方啊 是不一样的啊 就是思路上 还是说这个目的性上 肯定是有区别的啊 我们都知道 这张画面呢 是卢本斯画的 他的一个老婆啊 这个呢 是一个素描的形式 但是又像我们看到的 平时看到的速写 你看这个领子啊 随便勾起根线 然后五官这块 我们画的看啊 很丰富啊 画的很丰富 然后到了这个头发上面 就相对画的多一些 但是还是能看出 很检验的一些线条啊 检验的线条 包括他耳朵啊 这些东西都没有像我们 所理解到的那素描那样 去快速的去画 画了很多调子 画的很真实 没有 他只是抓了一个 最本质最重要的东西 你看他的眼神啊 就是人物的这种气质的 传达呢 实际上是非常非常生动 非常活灵活现 它其实比画的 那么多的话 其实还要生动 还要耐看 你可以把它叫速写 也可以叫素描 其实一样的 但是这张画呢 它实际上还有一个油画 这个呢 很明显 就是油画呢 我没有找出来 用这块我们重点来说 这个速写 它通过这个的练习呢 来去推敲啊 这个形体啊 咱然后为这个油画来做服务 这个这个呢 其实就是一个训练性的啊 也可以说是一个记录性的一个瞬间啊 一个表情 非常的生动 好 这个呢 是达芬奇在画的 他有个故事啊 有个故事 就是说 当他有一天在那个大街上的时候 他发现 有一群人呢 就是这个长得特别古怪 就是这个故事啊 就是长得特别古怪 然后他就跟着一路去 跟着他们去捕捉去画 然后一直跟到人家家里啊 就这样的一个故事 说明什么问题呢 就是他发现了这个这些人的表情啊 包括这种神态 就是特别好的时候 他在捕捉那个 那个一瞬间那个 那个表情啊 在捕捉那个东西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速写呢 就体现出了一个 他的记录性啊 一个性质 就体现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功能 这个故事呢 其实就说 说明他在用速写呢 去记录一些 他认为比较好的一些表情 包括一些这种 生动的内容 他在记录这个东西 同样呢 也和我们看到的 比我们常见到的速写要深入 但是又比素描呢 画的简练 这就是大师的厉害的之处 这个呢 很明显就更像我们 平时所见到的速写 是不是 他没有画很多声入 包括这个手 都是一个大的感觉 包括脸也是啊 大的感觉 就更加偏向我们常见的速写 很短时间内的这样画出来的 非常灵动啊 非常灵动 这个呢也是啊 这个也是 你看 就是说 这个呢 调子上面可能更多一些 你看这个后面的阴影啊 包括这个暗部的阴影啊 还有很多这个边缘 你看这种线条啊 都是非常的利索啊 但是他画的很生动 很深入 很生动 很深入 包括头部呢 你看他用到了白色的笔 就是通过这种各种手段 各种工具材料的一个利用 然后用最小的东西呢 最小的笔墨来画更多的内容 来传达出更多的内容 所以大师画画呢 总是那么出神入化 你看这个呢 就更加像我们常见的素描 为什么呢 画的特别的多 是吧 调子非常多 看上去好像很多 很浑厚 这个呢 看上去时间呢 画的也比较长 这个一看就是我们常见的 常说到的素描的形式 但是他已经具有个表现性了 他也可以说是一个作品了 所以说他的第三个属性 就体现出来了 这个呢 很明显就是一个 速写的形式 他在记录 某种动态 是不是 我们都知道 萌采他是非常有名的速写 素描大师啊 他呢 在这个扎钢工 扎钢的这个工厂里边 就画了大量的这种 呃 速写 他其实也做到一个对人物的动态的捕捉 当然这个不是他的画啊 这个是格勒兹的画 哎 这个呢 安格尔的一个素描 哎 我们发现他好像也不像我们看到的素描 没有我们画平常看到素描画的那么多啊 非常简练 但是我们通过这个这块是感觉就能感觉到那种绸缎啊 那种光滑的质感都快出来了啊 他其实这个画的也没有画的特别深入啊 他要是再深入的话 那可能画的非常的厉害啊 非常厉害 所以说呃 就是说不论是素描还是速写 他其实最终呢 他都能够画的非常深入啊 只是时间不一样 抓的重点不一样啊 抓的重点不一样 包括你看这种褶皱这种细节 包括上面结构 非常的漂亮 好 那这个呢 也可以说他素描 也可以说他速写 但是他好像又画的很深入 他好像画的很深入 就是说 他没有通过大量的调子 他是通过什么呢 在一个有色纸上啊 在一个有色纸上 通过加重暗部 然后提亮一些这种亮的地方 让他感觉到哎 这个画的很多啊 画的很多很深入 甚至脸的皮肤的质感都出来了 那我们要去多看一些好的这些作品呢 就是说在我们的意识里边 在学习这一套课程之前呢 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这个概念啊 脑子里有一些明确的概念 他最终要画成什么样子 是最好的 这个呢 也可以说素描 也可以速写啊 他画的很生动啊 很快 那这个也是 你看你看特别像这个捕捉的一些素材 非常生动 那这个呢 一看他画一个布子的局部 就是要去推敲这个局部的一些形体 因为他在上这个油画之前呢 他要把这块形体要研究的非常非常透彻 非常舒服 然后画到这个油画上才能够那么唯美那么完美 是吧 这个呢 很明显也是重点的练这个布置啊 重点的练这个布置 就大概看一下啊 大概看一下我们在学习这套课程之前呢 一定要知道啊 什么样的画呢 才是好的 没有什么样的标准来去参考它 好 这个呢 就画的更利索了 你看他有些这个暗部其实用到了一些水性的材料 水墨啊 这些东西 但是他呈现出来的效果其实也差不多 这个你看非常快啊 就是很快速的去这样勾 也没有太多的内容 就画的也没有太多的细节 就是一个大的感受啊 大的人物的动态 那这个呢 他就画的比较深入啊 比较深入 就看上去更像素描啊 但是他已经接近一个作品 这个 这个 啊 离远看呢 他看上去非常深入啊 就很像一个完整的素描头像 但是我们近看呢 很多耳朵啊 你看包括这些东西 他其实还是 很虚乎乎的啊 很虚的啊 包括这个五官都是很虚的 但是很浑厚 很深入啊 如果我们的速写能画成这样 那就非常棒 这个呢 也是格勒兹的一张画面 画的一个小孩 非常生动 你看他用线啊 左边这个边缘都用了线 然后暗部呢 也用了面啊 也涂了调子 所以它是一种线和面结合起来的一种表现方式 那么前面说过一句啊 就是说不论是用线呢 还是用面去画 它都不能够定义速写的概念 它只是一个表现的形式而已 速写同时 它又可以用线画 可以用面画 也可以结合起来画 线和面结合起来画 并不是说用线画的就是速写 用面画的就不是速写 这个概念我们要纠正过来 从这个画面里边呢 我们能看得出来啊 就是说安格尔先生呢 他是在推敲啊 在推敲 在研究某些东西 你看这些东西 这个你要这个手 它反复的在画 反复的画 反复的练的要舒服 要把它舒服了 反复的画 你看男的 把它换成一个女的头 反复的在练习这个东西 它其实就是一个训练性的一个体现 那我们在学习这个速写当 速写当中呢 其实刚开始也是以训练性为目的 就首先呢 训练它通过它这个速写的训练 来提高我们的造型能力 对画面的一个控制能力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任务 这都是达芬奇先生在捕捉的一些 非常有意思的一些表情 好 接下来看一下这个应试类啊 也就是训练性速写的训练方法及要求 也就是开始正式进入我们的一个 这个课程的一个 学习的一个阶段 学习的阶段了 首先 就是它我们要学习这套课程 它一定是有一些方法啊 有一些方法和要求的 所以说呢 一定要有这个 这个概念之后 我们学习起来才会有效啊 就是说 这个训练性的速写里边 它有哪些最重要的一些内容呢 首先在这这几个概念 总共有八个词啊 这八个词呢 就是非常重要的 也就是这个 我们作为一个训练性速写里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 构图 比例 重心动态 形体 结构 节奏 表现 这些东西呢 其实是我们在学习这个速写 基础阶段的一个 就是核心内容 也就是所有的内容 当然你这个 这些东西都 都学会了之后呢 剩下怎么去表达啊 怎么去 这个去表达什么样的题材啊 什么样的内容 什么样的这个方法 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来去表现 这个就是另外的一个课程了 然后这个呢 主要是我们来去学习这些内容 就是构图 比例 重心 动态 形体 结构 节奏表现 这就是我们 也可以说是硬式的速写 节里边的全部内容啊 非常非常重要 那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下这个 我们的这个 教学系统的一个结构啊 一个大的结构 为什么看这个呢 应该基本上 就是一些重要的一些课程呢 我们在前期都会有这样的一个 呃 讲解 就是说通过这个呢 我们在 呃 这个以后的学习当中呢 就是说 能够更加明确 或者更加明了的去 呃 去学习啊 能够理解这个 我们现在学习 经历到了哪个阶段啊 首先来看 你看最上面这一行呢 就是首先有个感性训练啊 理性训练 实践训练 提高 好 这个什么叫感性训练呢 然后我们往下看 就是观察呀 啊 简影型啊 概括型等等 就是说通过我们的一个 这种感性训练 我说的直观一点 比如说观察训练 就是训练我们的眼力啊 眼睛的能力啊 包括简影型 概括型的训练 其实是训练我们的一个手 眼睛的一个配合啊 包括通过一些理论啊 示范啊 单人啊 双人啊 这些内容呢 都是来训练我们的眼睛和手的一个配合 尤其是眼力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 也是非常感性的 你想 我举个例子啊 就是说 有时候啊 我们一个人呢 所以说 一个人在看一个东西的时候 比如说那过来 过来一个一辆车 或者一看他这个车应该有多长 啊 那个呢 应该有多长 哪个比哪个长 就是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眼力的问题 我们通常说有些人看 看什么东西 容易看走眼 其实就是眼力的问题啊 这个说的比较笼统 但是里头呢 其实还有具体的很多细化的一些东西 那这个感性训练呢 重点就是训练这一块啊 那理性训练呢 其实就是你看 这理论啊 包括速写 这个画速写的里边的一些理论啊 技法啊 尤其是下面这行是非常重要的 比例 是吧 透视 动态 用比 用线 包括人体啊 结构 骨骼 头发啊 局部 示范 肌肉 你看 骨骼肌肉啊 骨骼肌肉 这都非常重要的 这是很理性的 就是人长的是什么样子 他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 这个是死的 我们都不能够变了他的 所以说他是理性的 包括他的人体 在这种结构 他都是理性的东西啊 理性的东西 包括这种用比用线 我们会把它分开 哎 头发这块怎么去重点表现 衣服怎么去重点表现 怎么用比用线 脸 手和脚 等等啊 这么多东西 包括这种比例啊 男和女 他的区别等等 就是说这个里边呢 就更多的 可以说这个感性训练呢 实际上是 就是等于是在启发我们的一个直觉啊 或者是直观的 就是在 在挖掘我们的一个直觉的感受啊 这个部分 然后理性训练这一部分呢 其实是我们这个画速写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知识点啊 也就是说是一个这个速写课程里边的所有的这个理论的知识就是这个部分啊 就是这个部分 理论部分 就是这个部分 那实践呢 那这个实践训练说的直白一些啊 就是对这个前面这两个板块的一个总和啊 和一个这种实践啊 前面有了直观的感受 也有了理论的知识的练习 那后面呢 那就是对前面这这两个板块的一个实践啊 就是各种动态的分析啊 男啊 女啊 包括动姿啊 站姿坐姿 等等等等 这些角度的一些实战训练啊 实战练习 包括头手脚衣服 胳膊腿 这些的关系的练习啊 就是这个部分 就是说是一个重点强调我们去画或者是练习的一个部分 当然这前面也是通过这种画 那当然这个这个部分呢 还是讲的是非常多的啊 讲的其实这两个部分在平时在学习 当中呢它是相互的交错的 包括这三个部分都是相互交错的啊 然后包括一些衣文的这种讲解啊 练习啊 配合它的一些肌肉 和这个运动的一些规律啊 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呢 就是我们把这些感性的部分和理论的知识的部分呢 给它融合起来通过大量的练习 然后呢有一个基本的掌握 然后再提高啊 双人的场景的还有室内的场景室外的场景 包括一些其他的拓展 命题创作等等等等 就是说这就是这个我们在速写里边的这个教学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框架和思路啊 首先呢就是要启发我们这个对这个速写的一个认识啊 需要带到这个环境里边啊 这个部分 然后进来之后呢 我们有大量的这种理论的知识啊 也就是这个板块 大量的理论知识作为一个作为一个理论武装啊 然后呢通过这两个结合 然后进行大量的各个方面的练习 有个基本的掌握 然后再加难度啊 有很大的这种场景啊 室内室外的一些命题啊等等 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呢 来提高我们这个速写这套课程的一个 学习的一个质量和目的 好 这就是我们这个 这第一节啊 就是速写的一个课题大纲 及训练方法的一些介绍啊 就是这节课我们所讲的一些 内容 好 这节课我们就讲到这 这个图呢 我们可以反复的来去看啊 这是一个大的框架 大的思路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你有了这个之后 我们平常在学习当中呢 哎 这个部分可能需要多长时间啊 这个部分需要多长时间 这个部分需要多长时间 它肯定是非常多的啊 这个部分可能时间短一点啊 这个部分 理进部分和实践部分 这两个部分是 可以说是占了这个 这个速写课程的 70%啊 剩下的提高的部分呢 占20% 这个只办10%啊 非常重要的 这个框架我们一定要 一定要给它 就是记下来 或者说是要理解它的一个 基本的 咱们的一个基本的思路 这样学习起来 你更加的主动啊 就不会盲目的跟从 就效果呢 会更好一些 再 brief